我是台魯閣 是泰魯閣號事件 今天是第四天 造成臺灣的重大傷亡 那有幾個比較重要的訊息是 當然包括交通部長林嘉隆 請辭這件事情 另外今天可能許許多多的觀眾 都有看到一兩張照片 那非常非常生氣 不過隨著資訊越來越多的話 有一些資訊 本來有一些疑點 但是現在看起來 又有更多的疑點 像是在邊坡上有乘客 他派出說奇怪 出事的時候邊坡那些人在看 袖手旁觀 不過第一個證實說 其中有一個人本來以為大家以為他是工人 但是現在證實他是乘客 第二個呢 除了這一個造勢者 最重要的這一個人之外 還有一個說是聯合大地工程的 這樣子一個相關的公安人員 不過聯合大地也說 這個人跟他們沒在台 所以現在看起來疑點越來越多 就是說究竟在當天有沒有所謂的應該要停工 但是偷偷施工的情形 然後呢 可是我們可能今天會比較多來討論的是 我們來看看這一張 抱歉 請給我第一張CG是那個整個道路的這些鐵道的相關的位置圖 我們今天可能會集中討論在於說為什麼邊坡防護工程 其實這整個工程是為了要加強 免得土石滑落的這個邊坡防護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導致如此大的重大事故 最大的問題是為什麼沒有防護工程的失作 那第二個可能就是當工程車掉到鐵道下來之後 是不是能夠有所謂的軌道的義務偵測系統 而如果有的話 為什麼這一段不做等等整個結構性的問題 那當然也會牽涉到所謂的承包商 他們在安全失作 以及層層下包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來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前臺鐵駕駛協會的理事長 蘇銳利 蘇理事長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感謝 再來歡迎是臺鐵產業工會的秘書長 魏玉玲 秘書長 你好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臺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的理事長 莊軍偉 莊理事長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看 到目前為止第四天 搜救的最新情形 下午三點多 警校和搜救人員 進入隧道內 順利移出 卡在第六車廂下的遺體 家屬確認了身份是二十一歲的憲兵 莊建制 已經以往花蓮殯儀館 進行修復 太魯閣事故 搜救進入第四天 五十名罹難乘客中 包含三名外籍乘客 其中有一位是法國籍 法國載台協會 也請來牧師到現場駐島 檢警也全力協助外籍家屬認識 至於搶修進度方面 第五節車廂上午已經順利拉出隧道口 脫離到和人站 檢察官持續相驗第六車廂 目前預計在四月六日周二完成事故車輛脫離現場作業 四月七日進行軌道修復 後續會請第三方公證單位進行安全檢測 只不過隨著事故第一時間照片不斷曝光 發現有多名人士當時站在邊坡卡車滑落出觀看 似乎與包商負責人李逸祥宣稱自己是一人到工地的說詞有落差 那其中有一位是這個大地工程的勞安的人員 那但是這個勞安的人員到底是不是其中之一 那這部分也在也在做一些這個調查 基本上我們還沒有認定說他有事工的情形 當場有看到很多人 但是基本我跟各位報告 這些人的身分除了李逸祥以外 其他人的身分我都還我們都還沒有確定 交通部法規會表示會向監造商和包商進行民事求償 至於刑事責任由花林地檢署偵辦 四月四日已經對李逸祥個人 以及他負責的公司和東興營造 申請假扣押 目前掌握李逸祥是合法的分包廠商 但有沒有借牌還要調查 交通部強調會持續究責 如果追查出台鐵人員有為師 也會依法辦理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就像剛剛一開始所說的相關的資訊 可能還要再做更進一步的確定 剛剛交通部次長王國財談到說 定外第二個人是大地工程 聯合大地的勞安人員 但是聯合大地剛剛也發出聲明說 這個人不是他們的勞安人員 那到底有沒有在上禮拜五偷偷施工 這件事情 這個也必須要再進一步的釐清 總之呢整個相關資訊 現在還是非常的混亂 但是我先請教一下蘇理事長 當然我們也失去了兩個非常好的駕駛員 可是你怎麼樣看待這件事情 最最最大的責任跟蔬師 現在看起來明確的點會是 明確的點是這一步工程車是 絕對是不能停在那邊 結果他停在那邊 所以相關的不管是監工 不管是發包的我們的鐵路局 或是這個承包的廠商 跟這邊的工地監工 應該是要嚴格執行 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沒有把它落實 結果就翻下來 那翻下來的時候 這樣看資料上顯示 也有個十幾分鐘 那翻下來 你應該做一個防護措施 至少最簡便的話 你應該跑到前面去做一個試檢 是 然後有人打電話的話 也可以至少讓他這個 我們這個火車不會說撞到這個山洞 裡面的那個速度那麼快 這樣我想會比較 比較好一點 最主要還是不能停在那邊 這當然是最明確的一個 最大的疏失 不過可能剛剛理事長 談的那個部分 我們還是需要更多的資訊 釐清 那也不能讓所謂的該負責的人 逃掉他的行責 最大的關鍵是說 工程車什麼時候掉下來的 掉下來 李一翔知道不知道 如果掉下來 他知道 而且這中間可能還有超過五分鐘 甚至超過十分鐘以上的這個時間差 他做了什麼 他有沒有去試檢 他既然他是承包相關的工程 他一定有單位可以去聯繫到 就算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打110或許也都來得及 對 那但是我們現在真的沒有足夠的資訊 就是說第一個工程車掉下來的時候 他知道不知道 第二個什麼時候真正掉下來 這個還需要檢調相關 再去做釐清 但是我再請教一下蘇理事長 就算掉下來 假設這邊有護欄 假設軌道有義務偵測系統 災難會不會少一點 一定會少 決定會少 因為你那個護欄 你至少會阻擋了他的那個衝力 衝力一定會阻擋到 然後你這個監工人員既然發生了 他有在看的時候 他本身就是有這個義務 需要去阻擋讓市井 讓這個火車知道說前面有義務了 然後電話一聯繫的話 一零一打的話 至少前後站的站長 他們就會用無線電 是 通知司機員 煞車能夠提前一秒兩秒煞車 對後面的影響是決定是很大的 就算沒有全部止住火車 你就算減速 災害也可以降低 但是我再請教一下 理事長 我們所知的 所謂的那個軌道的義務偵測系統 臺鐵早就在做 理論上應該是去年完工 但是會拖到後年才會完工 但這個路段呢 是所謂是屬於西級的 就是他上面的這個土石 比較不會掉下來 所以不急著做 這個理由對您駕駛員來看成立嗎 我覺得安全 沒有說什麼ABC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ABC 安全就是要安全 一定要做到很到位 因為天災地變 誰都不知道 尤其是花蓮 地震這麼多 好大雨 現在氣候的變 變化太大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說 能夠掌控說 什麼時候石頭不會下來 但那個地方 你本來就是要做 要做安全的嘛 那為什麼沒有做 而且況且他那邊又在做工程 那可能地基什麼都會有擾動 是 然後車輛的出路 他本來是原始沒有什麼動作的話 可能比較少一點 我們在談軌道的義務偵測 並不是談說全島 所有的鐵軌通通都要裝 而是那些比較有風險的地方 包括也許平礁道 包括也許說那個一坍塌的路段 包括說隧道前後 特別包括工程師做的路段 對 以上講的都對 那你看現在我們平礁道 有 做得很好 是 然後像我們喉洞那邊 碰到豪大雨的時候 發生危險的時候 他有建設系統 他現在是專門注重在可能 發生的地方做 但是有些 因為鐵路 有一千多公里的地方 你不是肉眼可以判斷的 出來的地方 是 你說你要去怎麼做 做一個評估 有沒有去做評估 有沒有要做 其實像這個地方 你看發生這麼大的災害 結果他沒有做 是 那你說是他有做功課嗎 沒有做功課 連一個貨車帳下來都擋不住 而且那邊也不能停車的 也那個 我們等一下會再來談談 這個義務偵測系統 不過我要請教莊理事長 是 圍禮一臺工程車這麼重 就算有圍禮攔得住嗎 我應該回到剛剛主持人 剛剛所講的 這個地方到底 本來是講說是西級 不用去做相關的 這義務偵測系統 是 那那個是針對所謂的自然環境 現象所提的 那當然剛剛也有提到 如果是施工 我認為整個在制度面上面的部分 就是因為施工的安全的風險太低了 為什麼這樣講 以這樣的一個照片跟他相關的斜坡 等等的這些相關的這個資訊來看的話 依照勞檢所他們來看 他裡面就有很多的為師了 剛剛講的說 最主要原因當然就是工程車 整個滑落所造成的重大意外 所以主因是什麼 主因就是工程車滑落 是 可是工程車滑落部分 當然會看到 他有所謂的機械設備 機械設備 工程車滑落 可能是說你講的 你是不是剎車上的問題 或等等等等的問題 當然這部分就回到所謂的 我們設施安全標準裡面的 到底有沒有車輛定期維護 這個又是一個點 是 第二個點 理事長剛剛有提到 這個斜坡 基本上依照勞安相關規定部分 他也不能夠停所謂的斜坡的 這個地方 所以第二點又 這個第二點的為師又跑出來了 那第三點 圍道很重要 剛剛主持人講 如果純粹是圍離 大家就會講了 真的是圍離的話 這個我們吊卡 這樣的重量撞下去的話 圍離可能也撞翻了 可是如果依照我們工程的一個 施工風險評估來看的話 知道殺說 這個是在鐵路旁邊 你不能 你做圍離 可能擋不住的話 至少你是不是要做 所謂的RC護欄 那RC護欄 如果你針對施工風險 評估也擋不住的話 可能就要講 最近大家所講的 要打鋼軌裝 甚至打鋼板裝 來做一個保護 所以這個回到說 整個體制上面 當初在整個編列相關的 這個風險上的考量的部分 有關於因為臨近鐵路 而要做的相關的危害度 風險因子的評估 其實疏忽了 疏忽掉了 所以未來 我在想 可能臺鐵要針對 他目前所有的再建工程 我想這個可能是單一的六年改善計畫的 其中一個工地 是 後面有沒有工地 也是一樣是比零我們的鐵道 如果是比零鐵道 你再去看看他 他有沒有相關的這危害因子 你當初都沒有做防護的部分 馬上做 那所謂的義務入侵 如果按照合理的情況下來看 他我在這個工地施工 我不只要像做相關的監測 我要做什麼 甚至義務入侵 我可能都要做 甚至我們現在所講的 很多的柔性防護網 是不是要做 是 這些相關的多重保障 當然在我們的風險評估裡面 可能一開始的計畫 就要想到要不要做 那要不要做跟有沒有錢 當然這個是另外一碼的事 如果說今天 我在整個施工風險 評估出來的時候 我預算不足 你編列給我 你業主編列給我的 預算不足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針對 至少在某一個場合 要把他提出來說 我有這樣的 我要做這個事 那可不可以變更設計 這個是回到是說 有沒有人提醒做 這樣的一個安全上面的 一個觀念 你看這個層層把關 如果施工當初有提到 有想到 或是說我們後面的 不管是說 從我們整個過程中的三級 評估各方面 都有想到所謂的施工安全的 這一塊的風險意思的話 只要有一個單位提出來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避免 不過我可能再補充說明一下 莊理事長的部分 然後剛剛我們談到說 如果軌道有所謂的奇怪 異物入侵的話 那個警視系統 其實台鐵現在有在做 但這裡沒做 主要認定說 因為呢 這是自然災害的C級 對 這個要發生土石流的機率 不比A級 B級那麼高 所以這邊呢 就先沒有做 那又反映出來 我們比較重視自然災害 對 但對於工程的意外安全 我們的風險意識 是極為不足的 對 第二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 這一次的原因 究竟是這個李逸祥 是真的完全天兵 誇張 莫名其妙 把車停在那邊 還是有其他更陰謀論的原因 這個目前都沒辦法證實 但我想問的是說 我們如果看這個圖 掉下來的部分 是紅色那個圈圈 旁邊有一個便道 在上方有一個停車場 換句話說 這個便道呢 應該是不管是 這些所謂的那個器材 或是大型機械 或是一大堆什麼 有的沒有的工程車 或是一般民眾工人的 這些工程公務車 都會常常經過 對 假設如果他下去的時候呢 煞車失靈了 對 或是在那邊碰撞了 也可能 或是不小心 什麼大型物件掉落的時候 難道沒有任何的機率 可能嗎 那為什麼這一段 沒有任何的忽然呢 那忽然能不能擋得住工程車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事實上 剛剛談到用RC的部分 也許就擋得下來工程車 不過我們來看看 今天呢 是搜救第四天 最新的進展如何 我們來看看 好了 主播持續帶你關心花蓮 太魯閣號出軌事故 現場的最新情形 今天一整天的搶救工作之一 就是在於搬離壓 在第六節車廂下的最後一具大體 終於在下午三點十分左右 是順利的被抬了出來 而搜救人員還有警方 也都列隊致意 其中隊伍裡頭還包含了交通部長 林佳龍還有花蓮縣長徐真偉 只是在搶救的過程中 十五比預期晚了一些 其實就是因為狀況比原先想的 來得更複雜 因為搜救人員 進到隧道裡頭發現壓在大體身上的 不只原先預期的轉向架而已 還包含了水溝蓋等重物 因此在處理的過程 也來得特別的小心 在一旁放置的枕目 避免拉起重物時 再次的壓到遺體 而現在移除的作業結束 緊接著也要進行車廂的清除作業 不過計畫有了改變 原本計畫在隧道南北兩側 同步來進行第六節車廂 還有第八節車廂的清除作業 不過經過工程單位評估 交通部次長其文中士表示 第八節車廂 如果透過車體的切割 再有一片一片 由廠車來進行運送 恐怕會來得更費時 因此是決定放棄 而現在檢察官運安會等單位 也都已經完成了勘驗 緊接著就是要來進行 第六節車廂的脫離作業 以上是我們在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將時間盡頭交換彭雷主播 不過要請教秘書長 其實這幾天應該所有臺鐵人員 壓力都很大 那心情也都很不好 當然外界可能也有會一些指責 甚至質疑批評的一些聲音 不過我們可能一個一個來釐清 這跟站票無關對不對 老實說站票的問題 公會這邊會認為說 其實一開始這個車子是沒有在說 說可以站票 那後面是說 後面有做了一個評估 認為說這個站票 可能控制在有限的人數以內 那他可能就會沒有安全的問題 那現在公會認為說 其實現在大家開始討論出站票的聲音 出來 很大的疑慮 就是大家會有一個問題說 那是不是臺鐵當初又開放站票的時候 是不是又可以 是不是又沒有注意到說 如果說當人群都集中在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可能會造成更多的損傷 所以公會目前的看法是說 跟站票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還是要看安全的數據 來去做檢視 當時臺鐵在開放站票的時候 他在做這個評估的時候 有沒有考慮到這個狀況 那如果有考慮到這個狀況 他還同意站票的話 那可能真的是跟站票沒有關係 ok 那第二個部分還是在於說 大家會批評臺鐵螺絲掉滿地 該做的工程 然後包括所謂的C級部分 說只在意所謂的天災自然意外 但是對於所謂的工程的這些風險 似乎並不在這個整個臺鐵範圍 那臺鐵一開始就說 我要追究承包商 顯然在管理上 工程發包上 臺鐵的問題也很大 其實工會認為說 其實鐵道的歷史 就是事故的歷史 為什麼會一直講說 臺鐵可能螺絲掉滿地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 其實這樣子的義務入侵 不只是只有在平交道 有可能在一般的鐵路 也會發生 那像花蓮其實也有發生 牛隻充入鐵軌的這個事件 那但是大家好像在臺鐵 內部都會覺得說 牛隻充入鐵軌 好像就當個新聞笑笑而已 那具體來說 那邊這個事情要怎麼做防範 或是未來能不能不要再發生 好像就沒有看到後續 比較實質的討論 所以工會認為說 其實對於這樣子的一個事故 一再一再的發生 那當然我們第一線的人員 除了希望能不能夠有更多的安全 市井的系統 或者是說在設備上面 可以提升來保護我們的安全以外 我想更重要的 其實是要讓更多的社會大眾安心 倒不是說期待什麼槍口對內的問題 但是你們臺鐵自己在檢討自己的問題 這個事件最大的疏失是什麼 其實現在因為事故都還在調查 那就運安會 他調查事故的這個系統裡面 他會認為說 就是我們在做事故 釐清的時候 很重要的事情 是要找到問題 那工會這邊會認為說 在這個事件的確對於承包商的管理 或是安全的這個疑慮的 或是剛剛理事長也有提到 關於風險的評估的這個部分 的確在臺鐵過去 好像看起來並沒有特別 在做一些制度的偵測的時候 有把這個地方考量進去 那主持人剛剛也提到說 就是有關於一些自然災害的 這些風險的應變 他並沒有考量說 如果今天他是個可能是施工的現場 那他能不能夠再有更加深一層的防範 還是說他就跟一般的邊駁一樣 我可能認為他的自然災害 沒有問題了 那我就放在他那邊 不去做這個管理 那現在看到的這個行車六年安全提升計畫 裡面 他裡面有提到說 很多要消除路線的危害因子 那還有提到說 要用資訊科技的這個監視系統 目前只有看到就是就是二十五處 那工會就會認為說 這個東西的確是臺鐵 也未來再去做評估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把施工中的地點也納進去 那可能要去做一些優先的考量 不過我再請教 發包 臺鐵跟發包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我把這個case招給你 你招給我去逛 都你的事 在臺鐵的安全監督上 臺鐵跟承包商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臺鐵 他對外發包的工程 其實他有所謂的自辦 自己辦監照 還是說是偽辦的監照 那這案目前看起來可能是偽辦監照的部分 那的確臺鐵的人員能夠去現場 去做監視 就是注意那個勞工安全的 這個部分的頻率的確會下降 那我們會認為說不論是自辦監照 還是偽辦監照 臺鐵作為一個 作為一個路線安全的承包商 你有沒有在原本的當初發包的系統裡面 要求他說對於安全的疑慮是譬如說現場的一些安全的部分 除了要他們負責以外 那臺鐵這邊能不能夠有一些更精進的通報的系統 包括說你能不能去做抽查 或者是說譬如說像這次都是因為速運計畫 所以要停工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有沒有二次的復檢的系統 我們會認為說臺鐵 當然他這個部分監照的部分 已經委外了 可是作為發包的單位 未來如果說在這些監照的現場都有發生問題的話 其實臺鐵都是要負責的 OK 理事長我要請教你 然後就是你們在開火車的時候 那其實風險是很大很大的 對 我請教 所以軌道的維護 就是那些盜班人員 工務 工務段 臺鐵自己人嗎 對 現在有的也是 也是有發包外面做 連軌道維護 對 都發包出去 軌道上面 基本上是臺鐵工務段的人員 那發包的部分會是 差點說是換軌 也是有 也有請委外 OK 那上方邊坡 或者是上方工程的養護的部分 臺鐵都不是自己做嗎 我覺得現在就是 我知道了 應該都是委外的比較多了 因為我們真的人不夠 真的是砍掉的人 真的是將近三萬人 砍著一萬多人 是 哪有人 沒有人 完全都在做行銷 基礎都沒有在做 剛剛秘書長有談到 其實之前已經好幾次 在華蓮 就牛跑到軌道上面去 說實在 如果沒有鬧出人命 火車因此停下來 大家覺得還蠻有趣的 尊重動物 你不要撞到牛就好了 牛這樣磨一下就走掉 但我想問的是撞到工程車跟撞到牛 真的有非常大的差別嗎 在安全性上 現在的車子跟以前的車子不一樣 現在的速度跟以前的速度也更不一樣 更不一樣 以前的我們蒸汽機車 你卡車來也無所謂 我們那個裁電機車 你一個小車子 對我們來講是沒什麼 人是雞蛋撞石頭 現在這種高級列車 都是鋁合金的 為了速度 是 所以速度快 速度快 車體輕 輕 你撞下去 所以你看到這些大貨車 你會怕死 那牛的話 你也會怕 以前我們從來不怕的 而且速度慢 是 煞車都來得及 現在這個 你就看到你真的是 紅米招魂 在幾年前的不用嗎 事件之後 臺鐵改成雙駕駛 對 這是我提的 但是這個雙駕駛也不幸的都去世了 我想問的 雙駕駛對於行車安全 有必然的幫助 對不對 很大幫助 我們是潛在的 因為鐵路這個 這個就是等於是 因為他的地形關係 就開放式的 而且千變萬化 這都是傳承 一個傳承 不像高鐵捷運 都在一個密閉式的空間裡面 沒有什麼 是 那我們這個碰到河川 碰到邊坡 土石流 颱風天 哪邊會容易會積水 這個都是我們用傳承的 如果是你一個人的話 你不可能記得這麼多 也不可能提醒你 再一個 如果有機車故障的時候 就像我們上一次 在新馬站飛出去的 有故障 只有一個人 上面的black card 前面有故障的系統 全部燈亮的時候 通知調度員 調度員在通知檢查員 再問你說哪一個燈壞了 你去看一下 轉個頭 還要看我的車速 然後還要接電話 是 所以在那個瞬間幾秒鐘 速度的提升 跟下坡的追加速度 就翻了 那如果有一個人呢 在旁邊 他處理他的事情 我專心開車就行 是 所以現在只有列路 高級列車兩個人 一般電燈車還沒有 我們完全沒有經驗的傳承了 換句話說 當我們的車速變得非常快 車體變得非常輕 那麼駕駛員就需要更多的協助 對 包括多一個變成雙駕駛 包括所謂的鐵道軌道的 這種義務入侵系統 不管牛還是車 只要進到軌道 理論上駕駛員越早知道 會越安全 不過我們來看看 今天當然一個很爭議的照片 就是說在邊坡上 好像除了李逸祥還有其他人 那剛剛交通部講說 那個人好像就是 大地工程的安全人員 那大地工程說 這個人跟我無關係 那另外還有談到說 好像不只這兩個 還有其他好幾個 總共有七個 但是有部分的人被證實說 他不是工人 而是乘客 那這當然關鍵在於說 上禮拜五應該要停工的 為什麼工程車會在那邊 又為什麼好像不是只有李逸祥一個人 我們來看看 台鐵工程包商 逸祥工程社因工程車滑落 釀太魯閣號重大死傷 事發至今有民眾出示照片 顯示事發當日 逸祥工程社老闆李逸祥 與多名人士站在邊坡上觀看 卻沒有報警 于李逸祥工程 事發當天只有他一個人巡視工地 明顯有所出入 讓受害家屬非常氣憤 他一個人是害死這麼多人 他有的受傷的在醫院裡頭 如果當時你有在現場拍照 或者你知道在場人的姓名 請跟我們花蓮地檢署 此外救護車畫面也有拍到 二號上午十一點多 李逸祥與身穿淺藍色上衣的 潮身土木負責人林長青說話 直到將近中午 警方出現才將李逸祥帶走 但林長青表示僅是協力廠商 而根據事故編迫的工程告示牌顯示 工程承包商應該為東興營造 代表人為黃平河 工地主任卻由逸祥負責人 李逸祥違法兼任 而工地專任工程師楊金朗 是東興營造前董事 工程專家指出 這處一點惡意的邊坡工程 由甲籍營造門檻限制 逸祥的資格不符 疑似向東興營造借牌得標 也違反政府採購法 不解那種索賣的文化 您就給一個合格的假情營造 去承包怎麼會出事情 這套機制啊 黃子災變災難發生的機制 本來就存在了 說不清楚在我們前面以前 就跟他合作了 因為我做努力廠大堂的 這要怎麼會摩殘的啊 有的專業上面就有講說 這個地方好像是應該做安全 做事比較好 專業工程師楊進隆表示 已經退出東興營造股份 至於邊坡工程 為何沒有架設安全為離 或許會議上曾經有建議 但疑似因為經費不足 後續設計不了了之 記者溫家凱 主控制城市武莊先生 臺北華聯報導 不過莊理事長 很顯然這個才是最大的關鍵 一個沒有所謂的公共安全意識的 承包商犯了滔天大錯 那這中間可能還切剩到戒牌的問題 所謂的那個施工 跟監工的這些問題 還有安全品管的這些問題 我們來看看這個工程 本來就是要加強側邊的邊坡安全 為了保障所謂的行車安全 反而害死了五十條人命 那這個工程是由聯合大地工程 顧問公司所監造 施工是東興營造公司 李逸祥只是工地主任 事實上他恐怕在資格上也有爭議 那他是議程營造的負責人 換句話說又是層層下包下去了 那李逸祥是不是違法兼任工地主任 營造業法講得很清楚說負責人 不可以當工地主任 他是負責人 他又當工地主任 這是一個大問題 再來呢 是不是議程營造跟東興 借牌來標案呢 因為呢1.3億的改善工程 要甲籍營造 而議程沒有甲籍營造 那聯合大地是監造 可是他怎麼都不知道 所以在這個安全上 聯合大地難道不用負責嗎 我們來看看這一張所謂的施工的 這張圖就很清楚 工程就是這個行車 安全改善六年計畫 側邊防護設施工程 兼造是聯合大地 施工是東興營造 李逸祥只是工地主任 但他又是逸祥工程的負責人 總之這整串關係呢 很亂 是不是牽涉到借牌 是不是有違法 招標的這些問題 我再請教 這是業界的潛規則嗎 我應該講說現在目前政府的採購法 說坦白的 他採購法部分 其實也都已經法條各方面都很明確 不管是從公開招標到你省資格標 這方面基本上都沒都都很明朗化 而且也都大家都認為都是制度上是很公平 可是現在壞在一點 只是說你要去拿這個標的時候 當然這個案子是東興營造去拿的 是 東興營造去拿這個標 一定他相關的資格 一定絕對都是符合的 不然我想他在整個審標過程中 他可能也沒有辦法符合資格 去拿這個標 所以他在 比方說他該有的相關資格 他該有的相關的一些證照 各方面部分 他只要上去之後 都依照相關規定 他已經得到這個標了 那現在重點是李逸祥 他是這個案子工地主任 可是我們現在目前的整個系統 工地主任跟他是不是本身 還有在哪個地方 擔任所謂的我們負責人 這個是沒有辦法勾擊的 是沒辦法勾擊的 工地主任是一塊 那評管人員是一塊 評管人員基本上 他在工程會裡面 他去登陸 所以評管人員很確認說 我今天這個評管人員 在你這個工地裡面 當任評管人員 如果下一個案子有進去的時候 他光要去登陸 他登陸為評管人員 他就不行登陸了 所以工程會 工程會 在評管的登陸的系統裡面 他是比較明確 你只要在這邊 已經 已經是做評管人員了 你就不能到另外一個地方 去登陸 可是這個案子呢 工地主任這樣的一個 我今天在這邊登陸 登陸的情況下 縱使他今天在另外一家地方 去登陸工地主任的時候 其實目前那套系統 還沒有 還沒有建置 那已經工地主任 都這套系統都還沒有建置 何況是說 他本身是哪一家營造廠的負責人 你更不可能去勾擊他了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可能是 但是未來在亡羊補牢有關於本身 他到底具有工地主任的身份 他今天要掛進來的時候 要再去確認他的身份 有沒有在其他地方掛 那有沒有希望他在 他是不是有違反相關的 這個在其他地方 又當營造廠的負責人 這些相關的資料系統 要怎麼去建置 我想那個資料確實是一個 很龐大的一個資料系統 如果你每個東西都要 真的要丟進去 那個是很唐大的話 為什麼我們的營造業法要規定 營造業的負責人 不可以當工地主任 因為如果是同一個工程 比方說我的營造廠本身是承攬 這個工程 營造廠的負責人 可以來當這個案子的工地負責 就變成求員兼裁判 他規定上可以的 如果說我本身 比方說我今天本身是東興營造廠的負責人 我今天因為這案子 是我自己承包的 我自己本身負責人來當工地主任 這個事情是可以的 這樣可以 因為他就是專職 他本身的工作 可是現在問題是李逸祥 是另外議程營造廠的負責人 他來做這個案子的工地負責人 這個事情是不行的 因為他理論上講 李逸祥只能在營造 那個議程營造的工程 他來當負責人 可是因為這個案子 是東西營造的公司 所以說他是已經脫鉤了 這個脫鉤的部分 在系統上面是完全沒有辦法勾結 也沒辦法得到資料 除非很清楚說 他們當初所有的建造單位 跟所謂的業主都知道說 你這李逸祥本來就是營造 議程營造廠的負責人 他自己知道你是負責人 他叫做你不行 你不能掛 只能靠認識的方式 才有辦法來確定說你不能掛 瞭解 那我再請教 台鐵講得很清楚 上禮拜五清明廉假 剛開始 就要求這些邊坡防護工程 要暫停施工 對 因為其實會有很多很多的班次火車 來來去去嘛 你如果在上方施工的話 可能會有安全上的一些疑慮 那偷偷 我先假設 假設偷偷施工 這是業界會發生的事情嗎 業界有時候是這樣子 他為了趕工 確實他的工期已經不夠了 而且一天的罰款 有時候至少有時候十萬 甚至有百萬的 那一天有時候就是十萬上百萬的工錢 所以確實會有那種 他沒有報備 比方說我今天 本來我假日不能施工 那他沒有報備 他就是偷偷施工 確實業界會有這種 趕工的這種情況發生 罰款重嗎 罰款很重 如果你說一般以這種幾億的工程 有時候一天 你不要說什麼 一天十萬就好了 你只要有三十天被罰款 三十天的預期的話 就三百萬 就是工程落後的罰款很重 那我偷偷施工的罰款 被抓到的話 可能罰款可能沒那麼重 沒有沒有像你被罰款的那麼重 不過我跟特別要那個強調一點 是不是有偷施工 對 這個事實需要被認定 對 因為那主要就是說 今天那張照片 看起來好像不是只有李一翔一個人 但是這個部分還要再資訊要再釐清 不過補充就是偷施工這個事情 他現場去施工 跟如果平常在施工 平常做縱使是這樣的停放方式 也有可能發生 是 是 偷施工 當然是有疏失違反規定的事情 但跟這次公安並沒有必然關係 應該可以是這樣講 有可能他已經習以為常 本來就是常常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因為如果是在平日的話 工程車掉下來 火車還是會撞倒 是 還是要死很多人 我再請教一下秘書長 你怎麼樣看待這個事情 包括承包商的爭議 包括所謂的是否可能違法偷施工的問題 其實就是剛剛主持人也有提到說 他是不是真的是偷施工 還是說什麼狀況 其實我們沒辦法確認 那但是可以確定的是 其實第一次長剛剛也提到 就是說這個事情 其實不論是在平日假日 今天是因為他有一個輸運計畫 所以沿線都不能夠施工 他還可以這樣講 是不是有偷施工的疑慮 但如果說他平日施工 那他一樣 譬如說沒有護欄 沒有醫護監測系統 他工程車還是提放在不移的位置 那跌落了以後 其實我們日常的軌道 都還是有車輛在運行 那很多甚至不一定是列車的運行 很多是我們人力去巡軌 或者是去做一些工程維護的時候 其實是其他的維修車 我們想還是會發生相關的意外 是 不過今天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是關鍵的事故影像 也現在在民體上呈現 我們來看看當時在事發情形 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型階居不斷趕工 希望可以把車廂都全部順利移出來 海鐵泰鲁隔號發生重大撞車事故 整體事件原因 王頭都指向了邊坡整治廠商的工程車 越南會找到列車的行車記錄器 來分析影像 連目睹驚險的事發經過畫面 越南會指出列車從何人隧道出來 後面中就可以看見軌道上的工程車 結果列車直接撞上去 在駕駛市左邊的司機位衝擊最嚴重 接下來列車撞進隧道 這段過程駕駛可以反應的時間不到10秒 這也讓外界質疑 如果事發地點設有邊坡告警系統 可能就可以阻止這一場悲劇發生 交通部說明目前是有兩種做法 一種是土木工程改善 另外一種是建置偵測系統 交換在今明兩年架設25處 這回事件的事故地點 在先前評估屬於工程可以改善路段 沒有列入裝設偵測系統的範圍 但未來將演擬 除了工程無法改善的25處路段之外 要把義務容易入侵的路段 也納入裝設考量 據應安會所掌握的行車記錄器 四季源通話記錄 還有ATP列車自動防護系統等資訊 將持續的進行資料解讀 預估這兩天整體事件 始末會有更清楚的呈現 臺北花蓮綜合報導 後來看看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邊坡的監視預警系統 原本說是希望在一百零九年 不就過了 今年已經一百零十年了 原本應該是去年完成的 但是顯然沒有落後 那可能要拖到後年 二零二二年才能完成 人工智慧說好像很厲害 就是一個監視器 要希望土石流 土石崩下來 還是有車走進來 還是有牛走進來 還是有人走進來 什麼東西走進來 不應該而且會危害到 所謂的鐵道的安全的時候 他就會發出一些警示的訊號 然後除了通知列車之外 也通知行管中心等等的 那這個是由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 要花二點七億 很顯然這個錢是少的 因此在二點多億呢 看起來只能做十幾二十五處 那這二十五處還要到二零二二年 才能陸續完成 這次出事的地方呢 是叫做C級相對穩定 並沒有打算要做 那全臺大概有十五次 那個沒有說要在這裡裝預警系統 不過很顯然在事故之後 應該這些陸陸續續會裝過來 我再請教一下那個理事長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預警系統 是怎麼運作的 當然透過攝影機 現在這個就很熟了 只是說你要裝多少 範圍有多大 然後呢 當出事看到東西呢 要能有辨識的能力 之後會有警示燈到前端監測 然後到中記站 會到中控中心之後呢 其實影像由相關的安全人員來判斷 列車是要停下來 還是要減速 還是其實沒有太大的安全疑慮 我再請教一下 這一套很重要嗎 很重要 因為人少了 人少了 而且這一個 因為現在我們的環境 就是這麼複雜 是 然後車速又快 然後車又密集 我們以前譬如說一個月給你打比方說三百趟 現在五百趟六百趟 因為時間快 一趟車子去 以前是一個工作班 一趟去到這邊就休息 現在不是一趟車去 回到這邊下班 變兩趟 那你看看使用率這麼頻繁 路上這麼頻繁 那以前的人就可以算得出來說 這趟車子什麼時候來 現在算不出來 甚至於現在車子又沒有聲音 又沒有聲音 所以常常有很多的東西在上面 所以這個系統就是在補助的 我覺得這他是很重要 你看現在平家道的事故相對減少 因為平家道上面都做了 那剛剛那個調沒有 你他就出現問題 我們談的 並不是說全島所有的那個鐵軌 全部都要裝 而是有風險的地方要裝 但很顯然二十五處是遠遠不足的 不足 不足 現在就是因為氣象 氣象都抱得很準 大好雨 哇 看這個地方 就開始裝一個臨時性的 裝在那邊 就把你監控 但是我們鐵路局 真的是陷入一千多公里 這麼多的地方 有很多的地方 真的要檢測出來的話 你真的要不要做到 我看再做一二十年都做不完 我請教 當然這一次 當然是那個最極端的 他又是泰魯科號 行車速度非常非常快 又是出隧道 進隧道 就是那種視線上 是會有很大很大的挑戰 就算是大白天平地 你看到異物在軌道上 你要多久能夠反應 沒有 我們只要看到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動作就是按喇叭 因為是遠距離的嘛 我們看到一定是遠距離的 像這個近距離 也是自然反應 按喇叭 煞車 就這樣而已 沒得談 甚至於我看最多教育生 你就撞到 那遠的距離的話 我們看得到的話 也是按喇叭 但是我們煞車的程度 是 至少不會像這樣子 因為他又是山洞 又是山洞 又是壓到一個 一個那個吊車 是 所以他的條件裡面 真的是最不好的條件 他全部碰到 換句話說 除了說容易坍塌的地方 隧道前後施工地點的相對位置 以及彎道 農務地區 恐怕很顯然 不是我們在談二十五處 這個部分數字而已 他可能遠遠要更多 更多的預警系統 不過我們來看看 林佳龍請辭 太魯閣事故第四天 持續坐鎮花蓮的交通部長林佳龍 上午在前往事故現場 關切最新搶修進度 前一天 林佳龍在醫院 和現場以及殯儀館三頭跑 深夜正式在臉書貼出請辭文 他強調事發第一天 就向總統和院長請辭 留下的日子不是戀戰 而是善後 在搶救工作高於段落之後 會不戀戰辭去交通部長一職 我第一時間就講 我會負起最後跟完全的責任 那我也已經請辭 那負責任除了負政治的責任 也負能夠善後的責任 親口說出請辭 林佳龍從二零一九年一月 接任交通部長以來 不斷被外界質疑 耶魯大學正式博士出身的他沒有任何交通 禮詞獲准 暫時結束這場政治風暴 而今年二月西濱快速道路發生二十一輛車 因農務追撞的嚴重車禍 造成二死 事由交通部召開會議 補貨網 林佳龍親自督軍 進行道案改善計畫 但是一個月後又發生重大遊覽車意外 在蘇滑公路撞山拋飛乘客 造成六死三十九傷 交通部隨即啟動 分梯召回千輛遊覽車檢修 計畫還在進行 又發生了太魯閣重大火車意外 交通部先前曾宣示要改革台鐵 但光是今年一月十八日 在屏東潮州發生吊車作業 假死吊車工 二月發生臺東海端站 電力維修車撞死盜班工作人員 兩起事件都還在調查當中 親民廉價 泰魯閣號出軌 奪走五十名乘客性命 儘管事故責任還在釐清 但這起台鐵有史以來死傷 最慘重的事故 逼得林佳龍速度表態 請辭示最基本責任 至於何時離開 他說就等善後工作告一段落 記者綜合報導 國民主長還是請教 台灣從上到下 現在可能會有一致的公式是 臺鐵要改革 但怎麼改革 可能眾說紛紛 有人講說公私化民營化 有人講說高層的整個管理文化 就您公會的立場 臺鐵要改革 怎麼改 其實這一次事故調查之後 第二天王國財 他就有提到說 是不是要拋出公私化的 這個議題 更會認為說 其實這是非常不負責任的 就我們會認為說 在發生事故的當下 最重要的事情 其實是要先去釐清調查 所有的因素 那也包含說像剛剛新聞畫面中 有提到林佳龍部長 有提到說 譬如說在前幾次的事件 他都是舊責無上限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看到說 就是對於制度的檢討 譬如說到底是什麼原因 造成這個事故發生 那調查報告一定都會需要 實踐調查 那也包含連預安會的檢討 建議也都非常久 那像我們產業公會 在過去協助普魯瑪事件的調查 那也是到了兩年之後 就是去年底的時候 也才有後續的 您會認同說這整個事件最大關鍵是臺鐵沒有足夠的安全文化嗎 這的確是安全文化 的確是最大的問題 但是他這個要如何有安全文化 這個東西 我們認為其實是由下道上的一個機制 就是相關的臺鐵的高層 他應該要去看到第一線人員 他在執行他業務的時候 不論是他遇到現場 譬如說李展剛好提到人力不足 或者是後續制度的問題 或者甚至是經費預算 他是不是有足夠把這些東西列為危險安全 應該要去悠閒改善的東西 我們認為 其實公會那邊喊得再久 最重要的還是上級 有沒有看到基層的意見 願意改革 是 謝謝您收看